众明星的年夜饭,月云鹏接地气,肖战实在,关晓彤豪爽,章节精致,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,已有几千年的历史,家家户户都很实重视,特别是大年三十的年夜饭,在年三十这一天,很多家庭从早上就为年夜饭而忙碌了。 可想而知,这年夜饭有多丰盛,不管有钱没钱,一家人都会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,因为象征团圆美满,经常在荧幕前出现的明星们也不例外,年夜饭是十分丰盛,许多明星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的年夜饭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明星们都吃了些什么吧。 肖战很多人都喜欢她,估计是不少人都想知道,她的年夜饭是怎么样的,看她的年夜饭共有九个菜,寓意长长久久,而且硬菜居多,看着挺不错的。 肖战还让大家猜猜,哪道菜是她的手艺,你们猜到了吗?张新宇则是选择发了自己的美照和自己做的馍馍,看着很是喜庆,时尚又有年味,张艺兴在家陪妈妈吃年夜饭,菜品也是很丰盛,荤菜的分量很足。 味道看起来很家常很好吃,看来,一星妈妈的手艺很不错,做这么一桌子菜不容易呢,新之类的年夜饭也是十分丰盛,虽然只凸显了一碗自己调的调料,但从照片上看,也有十几个菜,而且从时间上来说,年夜饭吃得很早哦,这是关小彤晒出的年夜饭,非常豪爽,样样都很是美味。 虽然在深圳过年,但年夜饭是一点也不逊色,硬菜很足,鼓励那扎的年夜饭是火锅,蓬通通的很是喜庆,还配了几张美美的照片,秀色可参。 张杰的年夜饭,看起来很是精致温馨,让人有种温暖家庭的感觉。 这个年夜饭布置是相当用心了,月云鹏的年夜饭一如既往的接地气,虽然现在名气很大,但日常生活还是很朴实,不过今年的饺子花样不错,不知道是什么线的,看着挺不错。 以上是明星们年夜饭集合了,你们都喜欢谁的呢?快来留言说一说吧。